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今你们尽以张狂夸口 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 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 这就是他的罪了 亲爱的兄姐妹 什么是我们活着的意义 需要我们活着去实践我们生命的梦想吗 需要我们活着去担忧我们所遇见的困境吗 需要我们活着去面对眼前许多的考试 或家庭的压力呢 雅各书第四章十五节里面再次提醒我们 我们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十五节里面这么说 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 我们就可以活着 雅各书提醒我们 我们活着不是因为 我们要面对生活当中许多的压力而活 我们活着是上帝的主权 是上帝的心意 而上帝的心意并不是要我们的生命 为了外在的事物不断的穷忙 担忧 也或者是为了这个世界积攒 我们所能积攒那些人所看作重要的物质与地位 所以也提醒我们 如果当我们张狂夸口的时候 那夸口都是恶的 意思是当我们的生命如果继续活在这个外在的价值里面 而没有活出上帝使我们活着最美祝福的话 那恐怕我们就亏负了上帝让我们活着的每一天 卡格书接着在一次提醒我们 说我们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他说人若知道行善 却不是行 这就是他的罪了 弟兄姐妹 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呢 我们活着是为了实践神的心意 我们活着是为了经历上帝的祝福 我们活着是为了将上帝的爱 与我们身旁更多的人来分享 所以雅各书再次提醒我们 我们活是为了行善 是为了活出上帝使我们而活 结出美丽果子的生命 今天我们再次透过这段的经文 省思 每一天当我们眼睛睁开的时候 我们为了什么而活 亲爱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重新检视我们活着的意义 也让我们重新明白 我们活着的每一天 是为了经历上帝的祝福 我们活着的每一天 是为了实践上帝的计划 我们活着的每一天 是为了让我们身旁的人 因为我们对上帝的信 因为我们行善的行动 而遇见上帝的美好 愿上帝的祝福成为你我的帮助 愿上帝的话语 真实为我们的生命带来智慧 开启我们的双眼 好让我们真实每一天 走在那丰盛应许的道路上面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当今天早上我们睁开眼的时候 我们献上慢慢的感谢 因为主你让我们继续 在每一个充满丰盛恩典的一天当中 走在你的计划里 主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 再次修正我们每天早上起床的眼光 我们不再为了事上的事情而烦恼 烦恼 我们不再为了事上的事情而担忧 我们乃是明白每一天活着 我们活着是要成就主你的心意 我们的活是为了成就主你的祝福 可求你带领我们调整我们的眼界 好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 在每个行动当中 活出主你所喜悦的样式 求你带领我们的每一天 好让我们不亏负了你的心意 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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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